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呢 结果出来之后 美国股市依旧是上下波动非常剧烈 那到底怎么来看这个市场 不过我们先从欧洲来谈起 那么在这个三月的第一周 这个最后一天 就是三月的三月六号的 三月五号的收盘 三月六号的收盘 欧洲股市是跌幅全部超过4% 这是近两年很难得看到这样的一个跌幅 人心惶惶引发 亚洲股市都是沙盘 那加上油价最近又暴跌 整个情绪到底该怎么走 我先请教一下 你先给大业的来谈一下 因为现在连专家都说 现金为王 黄金最好 对 是 没错 我想我觉得这次整个的 这个股市的崩盘 我想还是要从疫情来讲起 因为你刚刚讲到欧洲 想到意大利 那我想意大利这件事情 当然很多人现在都在讲 就是说意大利有很多温州人 然后意大利 他们欧美人士不太戴口罩 等等这些因素 我想都有 我想意大利当然也是跟中国最密切 我想一带一路 意大利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欧洲的一个据点 所以这些当然都是造成 它这个防疫破口的一个关键 可是我们刚才也讲到 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新冠肺炎 这件事情 病毒其实它是变异的 它其实是不断 这个我们说病毒本身 它就像这个我们说演化的过程 它是不断在变异 因为它到不同的宿主身上 它就会按照不同的情况 它去做一些改变 我们说这个生存 就是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病毒绝对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你看他就是说 现在我们为什么疫苗研究不出来 为什么这个药研究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病毒是一直在改变 SARS当年这个很快的 就是当然它是消失了 所以它也研究不出来 可是现在是这个新冠肺炎 不断在改变 那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是目前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欧洲是一个破口 那美国当然也是一个破口 也许美国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讲 但是你看那个邮轮本身 那个船员有19个人中标 那你看那个已经 而且他们之前已经在 这个旧金山已经有2000多个游客 已经先下船了 就是说你可以 那美国它又有这种 检测的这个速度太慢 所以事实上它早就扩散了 只是它没有检测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们讲整个新冠肺炎 它造成的冲击是最大的 那现在欧洲 欧洲 美国 那还有原来的亚洲 那你可以讲到全世界都沦陷了 那当你整个世界都造成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股市就很难撑得住了 我觉得这一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事实上好像大家看到 好像一个剧烈的大跌之后 应该要停一下了吧 但是停不住还是继续跌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 就是大家觉得说 新冠肺炎已经不只冲击到这个经济 其实它是伤到根本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 对因为我们看那个数据 就是事实上依赖中国最大的地区 不是美国 其实是欧洲 我们看它整个出口数据里面 欧洲其实占的比例是不低的 尤其欧洲的汽车 那最近日本中国已经确定了嘛 汽车的销售一直是下滑嘛 去年好像掉了10% 今年可能要再持续的衰弱 那这个衰弱其实对于 不论是对中国自己的汽车业很大的影响 恐怕对欧元区的汽车业 也会产生一个重伤害 那这样子一个状况下 怎么来解读欧洲的一个经济啊 是哇 我觉得欧洲的经济看起来 应该是压力很大了 那我不是这个经济的专家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整个源头 你还是要从疫苗 从这个应该说 从新冠肺炎的一个扩散去讲起 那现在大家很清楚 就是说新冠肺炎 它冲击到的是整个经济的一个 应该是不成长 消费力 消费力绝对是大幅的缩减 你看就是说 你看意大利现在在封城 那它的封城呢 其实你说形式上跟武汉是很像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看到意大利的封城 它当然是很多地方不准你去 比如说学校 这个很多的场合不去 可是它的餐厅还是开的 那它人还是可以到处走的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 从我看到有一些 从欧洲的我们一些特派 也写回来的一些稿子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欧洲很多这个市民 还是不戴口罩的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 不戴口罩到底是为什么 我觉得一个很关键是 他们买不到口罩 所以他们对 他们为什么说会看到 这个亚洲人的脸孔 就很不爽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就是说 为什么你有口罩我没有 这个是很关键 因为他买不到 他买不到 他当然就不能戴 我们说文化上 他们本来就不戴口罩 这个是真的 他们重病才戴 戴口罩只有生病 对而且就是说 他们觉得生病 你应该待在家你跑出来干嘛 对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关键 现在我觉得因为 全世界好像有华人的地区 就把口罩都买光了 我的有一些亲戚朋友在美国 他们就说他们真的都买不到 他们是二月初就买不到了 对 不是最近的事 最近当然更买不到了 现在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 还可以排队买得到口罩 还那么便宜的 是 真的真的我们要很感激了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 新冠肺炎它这本身 它事实上它很难变 你看那个意大利现在一天 一天死了130个人 好可怕它变种了 对 那个病毒应该变种了 那现在武汉 就整个中国才死了几个人 就个位数的 可是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欧洲这样子 那不只是意大利 你看伊朗 还有 我真的很难想象 怎么一堆官员都中标 对 先连法国已经中两个议员了 然后意大利也是 对 然后伊朗更可怕 伊朗是三分之一的议员 全部都中了 对 对 所以你 连副总统都中了 是 连他卫副部长 你都中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他就说 他那个疫情真的是 这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 比中国可能还要严重 因为中国 我觉得他们可以用很严格的 对 这种封锁 你说武汉封城 真的封城 他连人都不准 不准出来 可是欧洲人的个性不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让他 每天待在家里 别开玩笑了 他们不可能这样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他就说 这个疫情没有结束 可能还在持续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经济 所有的指标 我觉得都不灵光了 我们现在看 看什么经济成长数率 我们最近看一个数字是 那个债券 你看美债 对 利率已经得到0.98 95 非常低 上次我最好玩 这个好玩 我去一个电视台 然后电视台 我一个礼拜去一次 我第一次报的时候是1.4 第二次的时候是0.3 第三次的时候是0.99 那现在已经更低了 因为可能美国还要继续降息 你觉得降息有效吗 等我们再下一次来谈 我们先回到这欧洲 所以欧洲状况 我们知道 因为意大利是 对 你刚才谈债券市场 对 债券市场 对 是 债券是一个很关键 那而且就是说 你看到 当然我们现在在讲欧洲 但美债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这个企业都会买的 那尤其是政府买最多 那债券其实是一个很重要指标 我想欧债也一样的 也一样都是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意大利是一个关键 可是你现在也扩展到德国 扩展到法国了 那我最近看荷兰也一样 又新增很多案例 所以我看整个大概逃不掉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欧洲 欧洲其实 你刚才讲没错 就是他跟中国的 这个互动很紧密 而且我觉得欧洲 其实是有很多产业 你说汽车 哇汽车这个产业 如果欧洲也 也这个停工 然后也 也这个很多的 消费也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全世界 我们之前在看 中国是制造业 为主 然后电子业是一个很大众 那其他什么汽车手机 这些都已经是 没有一个幸免的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 我真的找不到乐观的理由 是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议题叫锻炼 然后汽车已经锻炼了 我们台湾两家车厂 最近已经开始停工 那现代是最早就停工了 那只剩下 就是Toyota 还有一些原料 不是中国生产 那据了解 连这个原料药 中国都扮演关键角色 是 没错 我觉得最近 我们如果说股市悲观 但是生技业其实是很乐观 而且股市是 涨到一个可以 这我想大家应该 其实这也很自然 因为这个疫情不断的扩散 那不管是从检测试剂 从疫苗 从药的研发 到很多台湾 我想做很多这些 尤其是你看 这个IC设计 有很多这个做这个 额温腔的这些晶片的公司 哇 那股价也都是飙翻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整个跟防疫有关的 跟这个疫情有关的都很好 那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因为 因为你所有的资金出来 总要有一个出口 那这个 这些受贿的这些产业 其实是很多的 那你如果要再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 很多人用到线上的教育 那个视讯的会议 那这些相关的产业公司 也都很多 那当然他们可能在 整个股市里面 他们算是一个 小的比例的公司 但是但是我觉得 可能你聪明的钱 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个真 从来没有听过的名字 然后突然之间就汉地拔冲 什么五日线 什么十日线 那不管 他直接就往上标 然后成交量 就是以前根本就没有成交量 突然之间就一个 大幅的一个成交量 那这个事情恐怕 你怎么看会持续很久吗 我觉得这就是说 疫情如果持续 当然他这个是欲小不易 那他有可能继续创新高 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你看他就是说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 我们讲很多 像跟疫苗有关的 像国光高端 或者有一家叫杨诺法 那台康也有做 国内有四家 跟疫苗有关的 这些生计股 其实他们股价 其实还是偏低 你要讲的是说 以三年前的话来看 对从三年前 这个不管是基亚 不管是浩鼎 就是说整个生计股 其实他是偏低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让他回复他的一下 这个过去的光荣 那所以这段时间 可能我觉得他 应该是欲小不易 那当然有一些 IC设计 他有一些本来 可能股价没有跌那么深 那这次这样 旱地拔冲的拔起来 那当然就要看 就是说他业绩 有没有办法持续 但是我是觉得 现在 我感觉额温腔还是很缺 额温腔很缺 因为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都 所有专家都说 他不会像SARS一样 天气之后就消失了 大家说他像流感 他会持续 他甚至会变成是流行病的一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要长到哪里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是 到底这个武汉瘟疫 让哪些产业怎么样 从欧洲谈到台湾 等我们下一段 我们讨论断链危机 因为这断链危机 真的是存在吗 那我们知道 现在鸿海撑着 河硕还撑着 最近消息 连iPhone11在美国 已经是断货了 那这些断货的状况 到底哪些产业是受惠 哪些产业就是受害者 怎么来解读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财经专人作家林鸿文 今天等来 报道连部网 北部 中部 云嘉 花莲 连线播出 报道连部网 是我们的电台 汪洁明 简余燕 新闻 报警三 欢迎等来 新闻报警三 或是杰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财经专家林鸿文 这是灾难现场 还是赚钱的机会 前面有人逢低买金 那真的是被套牢 该怎么办 这些总统问题 我们都要请教我们鸿文 鸿文我们今天 刚刚谈到欧洲 其实欧洲状况 恐怕只是刚开始惨 我觉得欧洲 现在当然还是 还是没有看到底部 我们如果要讲 我们股票的一个反应 现在就是在 利空的重挫的过程 那到底会跌到哪里 不知道 那这个我觉得疫情 绝对是 如果你大家回想一下 二月初开始 大陆你看大陆的这种 这种增加的案例 一直快速的增加 当你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是很难想象 就是说 整个经济会有多大冲击 但中国的股市是很怪 中国股市是 这个农历年开盘 跌一根之后就 政府民间积极做多 连外资都进去抢 所以那个中国股市 我觉得不是很好的指标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大陆的那些 房地产 还有很多的经济数据 还有你看开工率等等 那些用到的水 电 所有的通通指标都是负的 而且很糟糕 那你现在去看欧洲 其实我讲的就是说 它是在 这个新增并利 还不断的增加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去预测 到底股市会怎么反应 但是我觉得回到最关键的 就是说锻炼危机 我想欧洲事实上是很多产业 刚刚讲的汽车是一个很关键 制药也是一个很关键 那我们如果来看 就是说这些行业会不会锻炼 我觉得锻炼的机会呢 也是很大的 就是我们过去 我们台湾比较关心电子业的锻炼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说 制药的断裂也可能了 因为事实上 这个大陆是比较 很多的原料药是在大陆生产 对印度就喊出来了 如果大陆再不把药送到这个印度 印度的这个 因为印度是加工 它是拿中国的原料来加工 对 这背后里面当然有 中国的污染的问题 我们先跳过去 所以印度已经喊出来说 如果中国的原料再不来的话 印度的学民药就做不出来 而印度是全球最大学民药 生产国家之一 对对没错 你觉得我要抢药吗 我觉得现在抢药吗 这个 我说抢药是指抢药的股票 你刚刚讲都是疫苗的股票 是是是是 我们刚刚讲的疫苗股票 但是我们台湾有 其实也多做学民药 我们台湾也有 也有学民药 也有这个原料药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最近原料药 中化神龙 展望啊神龙啊 对你看 对神龙百尾太猛了 这个股价也都是大幅的成长 那所以我的关键就是说 你看你要看到就是说 第一个他在低档 第二个他现在是 所有的产业都需要 所有的人民都需要他嘛 所以你这个时候很关键 那所以我觉得药可能还是可以买的 如果你要讲这么多产业什么可以投资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生物科技产业 其实还是可以买的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确表现是不错 只是过去三年 因为那些很多的因素 让这些生计股跌翻了 对因为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想到真的有时候很难想象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前阵子解读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呢 他其实一直来 他的获利都相当稳定 就是那个做一个化工的 他是做那个溶剂的 然后因为他东西很好 所以中国就仿制 所以他去年呢 就整个就是价格大崩盘 因为中国开始生产 跟他类似的东西品质没大好 但是呢 东西很接近 那今年他就说了 他就讲摆明了 那个中国的货不出来 他现在价格很漂亮 那我一样是 我们台湾之前的制药业 为什么这三年这么惨 今年却有机会呢 对 没有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刚刚讲到就是说 股价低是一回事嘛 但是你要有前景嘛 那你的前景是在哪里 我像我们刚刚讲疫苗好了 疫苗有四家 这四家公司基本上 这个国光是跟国卫院 然后高端是跟美国的国卫院 NIH 然后台康呢是供给欧洲 日本 美国 台湾很多公司 这种载体蛋白 这个载体蛋白是用来做疫苗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 那另外 养诺法 它是本来就是 很大的这个抗体库嘛 那他现在去开发 这个病毒的抗体 那这个也是 可以作为 这个疫苗 研发一个很重要的 那 你知道就是说 疫苗其实过去 都要十年到十五年 才能开发成功 这是平均了 但是低于十年的只有四个疫苗 全世界 从过去到现在只有四个疫苗 那我们最熟悉的像那个流感疫苗 都要十四年才开发出来 可是这一次你看很有趣 我看到那个WHO 那个谭德赛 那个赛有没有 对中国很好的那个赛 他就说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就可以开发出疫苗 十八个月这是破所有历来的疫苗开发的记录 有可能吗 这是他说的嘛 那他为什么这样说 他可能有一点根据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一次真的问题是很大的 真的是大到 这个吓坏所有人类七十几亿人 当你这样子 你的所有的研发单位 你所有的产业 所有的生物制药的这些公司 大家全力去开发 能不能开发出来 十八个如果十八月能够做出来 那这个疫苗绝对是好了 所以每个人都打一针嘛 打一针就不用每天戴口罩 每天戴口罩多难受 对不对 那我可以想象H1N1 当时西班牙杀了这么多人 在191918那个时候 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流感很多人感冒 可是死亡率却降到像美国就是一万五千人 对 从六千万人变一万五千人 所以看来疫苗真的是有它的有效性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就四家主要生产疫苗 其实养若法我们自己都没有听过 突然冒出来我们就吓一跳 股票涨得很凶 所以法人比我们更先进 他们早就看到了 他们早就看到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疫情持续发酵 这四个疫苗股基本上 虽然他们像高端是一直没有赚过钱 都还是会被法人给 就按照法人的个性 他还是会去投这四个股票吗 我觉得法人应该会买的 那买当然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你其他股票 没有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做空 那做空赚钱的真的比较少 而且老实说基金他就是要买 他也不能低于七成 所以他总是要买股票 那买就是买那个会涨了 那现在疫苗就在大家关注的焦点上 所以这个一定是我觉得会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 其实真的不容易 反正就是额温枪 然后疫苗 然后原料药 就这个方向了 好像就这个方向 好那讲到这里 其实我们要再继续问一下 那现在汽车锻炼 那我们知道前阵子 我们其实在去12月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们汽车股曾经大涨 荷泰汽车股票 创了应该说历史新高 带动说汽车类股往上走高 那领主件其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涨了 但是真的以目前的群球布局来看 真的关键领主件都在武汉 然后台湾的汽车业 怎么来看这个行业 那我这样讲 那我领主件该买嘛 因为领主件这一年 像去年每年过年前的 冬季之前领主件都要涨一波 都没有涨 还是领主件整个汽车业 就是不要再看传统汽车 要看的是电动车了 我觉得锻炼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就是每个产业都锻炼 因为很多国家生产都受到限制 但是锻炼我觉得是一件事 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要看终端的消费 你东西做出来能不能去化掉 这个是关键嘛 那好 所以你如果说汽车 如果终端消费也很差 大家都不去卖场看车了 那你买车的人当然少 对不对 那买车有没有可能用电商买 手机可以 你再买车好像不太可能 一定要去看一下 动动它 至少开一下感受一下 对 所以我觉得是关键 锻炼 所有产业都锻炼 汽车锻炼 手机也锻炼 可是呢 真正你要看到 如果终端能够去化 那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觉得5G的建设 比较不会停顿 好 5G对我们来 我们下次来讨论 因为那是另外一个主要的议题 好 我们今天访问是林鸿文 鸿文是我们非常著名的财经专家 财经专栏作家 那今天非常谢谢他 我们新鲜换节 待你等来 谢谢 谢谢